你们俩什么时候人生 大概一年前嘛 那你怎么看 他的前任 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他说分手这事 我觉得可能 还是不够爱他吧 还是不够爱他 这事让人特别的 我只是想说 你们一年的感情 和我们四年的感情相比 这个浓度你应该是明白的 什么叫我不够爱他 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他 是因为我之前放弃了之后 我现在想努力地 去挽回这一切 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我希望你能 就是忘记过去 女孩子比较实在 挺善良 也不愿意伤害一宁 内心也说出了 自己最真实感受 我觉得男生有点装 这有一点我那么明白 是小雷 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 约他吃顿饭 三个人见个面 为什么要在这 三个人见面 其实今天说实话 我是不想来的 是我未婚妻 她鼓励我来的 因为我看过咱这个节目 如果真的不来的话 我觉得 他们打开一个 空荡荡的 我觉得 他可能会很伤心吧 你是意思是说 你不来 你心有不忍 所以你来 但是你有这么残酷 这说不通啊 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 把这几个字短信发过去 他还会过来跟你告白吗 我觉得 我如果这么跟他说的话 他肯定会觉得我是 我肯定会跟你说 我肯定会跟他说 我肯定会不会 二位 你只会看到 说 我肯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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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觉得 我只是让你误会了 一宁一宁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激动 好吗 如果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 对你产生了一些误会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真的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我觉得咱们之前的感情是很好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我想要的幸福 我今天来这儿也就是想和你说 希望你能你自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我也希望你能跟小雷就是以平常的那个心态去相处 然后同时我也很欢迎你 就是 欢迎他干嘛 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对 如果他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我觉得你跟小雷真挺般配的 你知道吗 你俩真合适 单纯的英宁跟你们真的不是一国的 我现在只想问一下英宁 我刚才已经问了你很多遍 我说各种想法我都问到了 我问你要不要开门 你始终坚持要开 所以你要承受今天的财